正中午工地里一群工人火器相当大 先是口角接着开始推击爆发肢体冲突 过程中拉拉扯扯谁也不想让谁 有人穿蓝色上衣有人则是穿红色 他们隶属于不同的承包商却为了施工问题衍生暴力冲突 17号中午12点多桃园中原路上移出工地里 一名58岁白姓以及56岁无姓男子 分属不同将包商工人为了施工先后顺序谈不拢 没想到谈着谈着火气越来越大就打了起来 其他同事发现后立刻制止将他们分开 担心冲突持续扩大 经了解系两名工人因施工先后问题引发口角 进而肢体冲突 同事上前劝架双方虽互不提到 但人将通知双方盗索离清 两名工人一言不合在工地里开战 十分危险 不只在高处 尤其四周全是钢筋铁架 不小心跌倒摔伤后果 真的不敢想 TV虽然这种是蠢桃渊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